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來自星星室 我是童彤河 好 這個為了望往生者 在另外一個世界 過得比較舒適一點 這個後代子孫 都會燒一些紙紮品 或者挑一些合適的獸衣 讓它帶過去 那這些商品當然 楊式的子孫去挑 OK 但是真正的使用者 他本身會不會現身告訴你說 他有一些意見呢 今天我們要了解一下 就是這殯葬葉 這個相關產業中的奇幻 奇幻的故事 那今天我們跟那個 剛剛這個又去環島回來的 陳惠銘先生 他最近可能就是要選神主席 選神主席幹什麼 沒有省啊 一隻走透透 那請問一下後孝是什麼意思 後孝呢其實 我今天要講的這故事 我覺得還滿發人深情 我相信很多人 都會有這種狀況 是 我一個朋友呢 年紀很小的時候 就是父母親就 車禍就雙亡了 可是因為年紀太小 你知道嗎 所以所有的禮數 所有的禮教 通通不懂 然後又是大人在講 然後又是這樣的事情 誰會懂 就是即便我們大人 在辦這種事情 我們都未必會周全 會懂 好啦 就慢慢過去 可是他在這個 這個整個成長過程中間 他不知道為什麼 他發現他常常 他常常會看到 對模型房子 或者是這個紙燒的房子 這件事情呢 會特別有緣 怎麼講有緣呢 我們有的時候在 因為他住在那個 鄉下的地方 鄉下的地方 常常昏商喜事 就是在自己家門口 搭出來一個棚子 大家就辦了對不對 他永遠經過 這樣的地方的時候 他發現都是 人家已經辦完了 就足架子還在 那棚子 布都已經收起來 可是旁邊那個 在燒東西 那燒東西 那燒東西你 就是說你撇過去 其實余光都還會看得到 永遠有火很大的燒東西 他永遠看到都是燒房子 那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對房子這件事情 後來包括 後來有小孩以後 帶小孩 你也會嗎 帶小朋友去玩具 賣玩具的地方 看玩具什麼 他會特別注意房子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什麼樂高的那種房子 或是更小一點 木頭房子 他就特別注意房子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有一天呢 他這個出差去大陸 結果在路上呢 飛機上 他就看到那個雜誌 雜誌在介紹台灣的紫紮 就是台灣早期 開始往新的這種路線 走的這種紫紮品 開始有一段時間 是廣被報導 他突然看到那個紫紮 就覺得 看到房子 然後就心裡面就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 就很有感覺 然後到哪裡出差呢 到福建廈門出差 到廈門出差呢 他們的工廠 剛好就在那個 廈門那個 第二殯葬場的那個 旁邊 旁邊 所以他被安排住的地方 他第一天去的時候 他就經過一堆紫紮店 大陸也有紫紮 他就想說 這個好像有點怪什麼 然後接著回來 接著回來台灣沒多久 你就一直覺得 把這個事情奠記著 然後就把成長過程中間 這所有東西都鬥在一起 覺得 我來找個董的朋友來幫幫我 就找了一個朋友 朋友跟他說 那我介紹幾間公廟很棒 我們家他都在那邊 在哪裡 我介紹 我帶你去 很棒的公廟 好 就帶他去 師父一開始就 一開始就指了那個 你過來 就很兇 你過來 跟台語剛剛講 你過來 他就 你過來 對...然後他就過來 好 就過來 師父就開始罵他 你這不孝子 對你爸媽 完全不孝這樣 也沒有燒錢給爸媽 也沒有什麼... 就把他罵了一頓 那你被罵也會有一點 莫名其妙 師父你怎麼知道 你爸媽一直跟著你 你從... 你一點都沒有感覺 你這個笨孩子 師父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常常 你這麼常常在路邊 看到人家燒房子 你是不是走到哪裡去 都會特別去看人家房子 包括房地產廣告 人家都是丟 你都拿來撿 有沒有 有 不孝 你爸媽都沒地方住什麼 然後他...那我怎麼辦 好啦 師父就幫他化解 告訴他怎麼辦 當然 包括他去訂一個房子燒 他想 你已經年紀有點大 失業有成 好 弄一個五萬房子 三層樓獨棟 就是他心裡從小想的那種 鄉下那種獨棟那種概念 瘦瘦的那種 三層樓獨棟 車庫 車子什麼 裡面燒好 好 給他媽弄... 好啦 以為沒事對不對 這樣我聽起來有圓滿 以為沒事 不到半年 不到半年 他媽在夢裡面出現 他現在終於可以感受到他媽了 他媽夢裡面出現 死孩子沒事 燒那麼大一個房子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的日子他才會 他心裡又開心 又覺得難過 難過的是爸媽已經不在了 開心的時候爸媽不在了 還是會沒事來夢裡面 跟他叮什麼... 這時候金童玉女在燒兩堆去 忘記燒僕人 那爸媽不是又要翻臉嗎 燒一個年輕妹給我的爸爸 有金童嗎 他那個是燒房子 那個以前在新竹 就有一個是燒妓院 燒什麼 因為跟他阿伯有沒有 因為心好餘舌 其實都會過世 因為他是因為心臟病發過世 那過世前的時候 因為他很喜歡逛妓院 就是那個很早以前的事情這樣 逛完的時候他就... 他等人走了之後呢 他就脫沒給他的那個子孫呢 就說我要走的時候 你這些金童玉女燒完之後 這樣不夠的 你還要再燒妓院 他還特別強調 妓院裡面還要有紙紮的妹在裡面 結果後來說那個... 那個後代子孫就真的去找 那個紙紮的師父 有沒有說你會弄一個妓院出來 其實說當時的時候 除了燒這個妓院出來 他燒掉了好像大概有 將近四十多本的那個Playboy 四十多本的Playboy裡面 其中還有...還有一兩本 還是聽說是那種 價值不菲的那種 經典的 收藏版你知道嗎 經典... 對 還可以這樣 我們今天還想要燒什麼 對不對 想那麼久 我們今天請到葉子 就你好 徐小姐你好 就是這個手工紙紗這個行業 其實我們知道有關於這種 所謂的宗教這種事情 都會有一些特殊習俗 或者禁忌 那請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什麼禁忌 比如說有些人在磕神像之後 他必須晉升 像你們做這一行 有沒有什麼禁忌 我們應該是說 我們要懂得布施 因為我們的收入的來源 就是屬於在往生者幫 往生者服務 是 所以我們要很懂得布施 OK 對那個比較弱勢的團體 或者是跟我們比較有緣 我們覺得 我們就是直接去跟幫忙 對...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層次這些 執雜的時候 我們在工作的場合裡面 哪怕就是很多器具在那邊 那往往晚上的時候 有時候飛來一個小蚊子 或者小蟲子 那如果不影響我們的情況之下 我們通常都不會殺生 不會打死他 OK 對 可是你們這樣很辛苦 因為你們做紙紮 又不能點蚊香 對 我們沒有做蚊香 不是啦 對啊 不是 是有... 宗教上有一種說法是 人死了以後 牠有的時候會變成昆蟲的形態 對 再造楊艱難 所以有可能是 就是客戶來看 這個房子蓋得怎麼樣 還有在我們就是說 我們承接紙紮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就是說 馬虎的心情 對... 我們曾經有一次 遇到做這個行業之後 發現說 在這個清明或者中秋 各大節日的時候 案件真的會比較多 那有一次我們就是趕到 明天要交貨了 今天晚上一直趕到凌晨的 五六點 終於把它完成了 那我們有一個師傅 就是一個設計師 他在量一個尺寸的時候 他沒有特別去 做一個天花板的時候 那個尺寸當初可能 應該是沒有量好 那他還是把它完成 他就講說 這個在天花板的角落 應該看不到的 所以他就沒有把它 就是拆掉重弄 因為拆掉可能他 做到早上凌晨沒辦法睡了 對 而家屬當時點收獲品的時候 也是覺得說 做得很漂亮 可是隔一天的時候 那個家屬一個 可能他們的兒子 就打電話來說 我爸爸說 你們這個房子 我爸爸還給我補了一句話 就是他就補了一句話說 你跟那個 那個公司跟那個師傅說 他其實不知道 講講台語就對了 我跟你們講 你們心裡面會知道的 那時候還沒劃掉 還沒有 趕快還給你修補 對... 後來我們趕快跟我們的 那個設計師講說 他說會漏水 到底怎麼回事 他說 他嘛 我知道 就出門了 對... 你應該請問 大陸會比較慘你知道 大陸的話就會答對話 豆腐紮工程 大陸紮工程 是 那許小姐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就是 就像小康剛剛講 我們小時候看到人家燒房 都燒好大一間 那現在有的時候看到 像妳今天都比較小 對 那這個比例上就是 一個食物的比例池 到底是怎麼決定這個比例 因為我們大概就是 我們把它 大概一個縮小 因為配合現在的一個 我們可以燒化的 低點的問題 對 現在因為油都比較小 對 不然的話現在幾乎 我們就把它做成 樣品物的樣子 那有沒有人說 我想要這種 你要幫我做成這樣 有 也有 也接受訂製 對 克製 之前我介紹過一個 那個不是他們家 另外一家 很久以前的紙紮 一個黑社會的大哥過世 小弟真的定做一把 可以動的M16機槍 那個槍機真的可以動 彈夾是可以拿下來 裝上去的 那所以說 其實跟你們下訂單 應該來講是就是 東西都是非常 對 多元化 多元化 像維銘哥的手上的那隻手 好險我這次 我這次不太有名 很少人會做 我這次不是指紮的 真的 我不是騙妳 妳看 妳給不起來 好 就是說這個 就是現在就是 只要是這個家屬 想得到 你們都可以幫他們做出來 對... 那它有沒有一個 這個價格的 我們通常我們都算公時 對 就是一個小時 我們可能 預估我們這個東西 做完之後 可能會 用到我們多少時間 那我這樣講 比如說一套 就是比例也不用太大 大概就現在流行的比例來講 買足了 比如說車子 房子 然後什麼 什麼手機 大概有了沒有了 買足了 大概要花多少錢 一二十萬 一二十萬 OK 要看妳要做到多 但是一二十萬 已經算是很滿豐富的 很足了 好 那顧老師 剛才他們講就是說 就我們知道 就是有人講說 比如說 做水果生意的 賣花的 這都是上輩子影響很大 因為這兩個行業 其實你不是 隨便的人都可以去做 那包括他們這個狀王 生者才的 是不是就是 也是要特殊命格 才真的可以做 八字太輕的還不太適合 是喔 尤其是葬儀色的 是 靈眉體質或敏感體質的 有好處 就是它感應力比較強 通常第六感很準 覺得什麼事情會發生 通常它都感應得到 也如期的發生了 可是呢 壞處就是很容易受到 這無形界的感染 比如說這個 你如果說做這個葬儀色 可是人往生之後 他在辦這個 喪事的過程 會產生很多的煞氣 比如說什麼 麻衣煞 棺材煞 空棺煞 上車煞 哩哩哩哩的一些 雜煞很多 那你如果你本身的八字很輕 或是靈眉體質的人 敏感體質的人 你很容易受到這些 無形的煞氣 衝煞到 人會不舒服 甚至於生病 甚至於會發生倒霉的事情 所以它就不太適合做這些工作 是 就比較容易受到影響 對 那反而是他們這種 完全沒感覺 他們就一頭 就很努力做工作就對了 對 但是就像他講的 要常常不死 社會局它有規定 你這一間藏儀社 你一年你要做幾間公益的 這個商事 連政府都已經 對...我朋友在桃園 他開藏儀社 他有跟我講 他說他們一年好像規定 三個還是五個 就是有一些 幫助弱勢 獨居的老人 往生的 沒有後代 或是沒有親戚朋友 在台灣可以幫助他 辦這些後事的 這些獨居老人 或是一些無名師 找不到的 那要辦商事 他會指派說 這一次你這家 對 輪流 大家輪流 他們也會找贊助商 比如說 郭老師 我現在要辦一個 不然你捐個棺材 一萬 兩萬 三萬 都隨便你 他也會找贊助商 對啦 大家一起來做善事 對啦 一起來做善事 有時候我也會捐 大部分他打給我都會捐 是捐棺材 這個還是要捐 因為是善事 對 好事真的不要怕 能多做善事 你看一下郭老師 你看對不對 人看起來就是光芒萬丈 那又像光芒萬丈 郭老師 有一個老婦人 在醫院過世 但他有冤情 居然託夢給紙紮的人 對 這個我一個朋友 他開這個葬儀社 那他遇到一件案子 就是說 有一天有一個 有一個年輕人 大概三十歲左右上下 來找他 他說 這個 他媽媽往生了 但是呢 他前面的前置桌 已經都做好了 就是也火化了 你幫我找一個鈴骨塔 或找一個位子 我要放 然後呢 但是呢 我三個月以後 我會來 我先付訂金沒關係 他就說好 然後呢 這個年輕人呢 他呢 還很有孝心 買了一對 金銅玉米的紙紮人 就說 到時候呢 我們要 要進塔的時候呢 順便燒給我媽媽 那個 骨公裡面是他的母親 他說好 那他就走了 過了三個月呢 那個人沒有出現 他留了電話打 空號 找不到這個人 三個月後 孝子竟然人間蒸發 更離奇的紙紮故事 馬上回來 來 過了三個月呢 那個人沒有出現 他留了電話打 空號 找不到這個人 找不到這個年輕人 那怎麼辦呢 他就想說 那就算了 那再等一個月看看好了 過了一個月呢 這個人還是沒有出現 還是找不到人 那他有一天 他打電話給我 他說 像這種情形 他們常常會遇到 那要怎麼處理 我就教他一個方法 我說 你點箱 跟這個往生者 講 說你兒子把你放在這邊 可是都沒有來 沒有來處理 請他去找他的家人 可能他不只只有一個兒子 也有可能他要女兒 小孩或孫子什麼 你去找你的家人 來處理這個事情 講了之後呢 他有一天做夢 兩天之後他做夢 夢到呢 這個金銅玉泥 那個兩個直殺人來找他 不是他的家人 也沒有夢到往生者 找他呢 就帶他去一個地方 所以走的路上 都是天色都是黃昏的 很陰暗 大概黃昏的那種天色 走... 走到一間醫院 帶他去一間病房裡面 他的病房裡面 他看到一個老婦人 就躺在這個病床上 病情很重 奄奄一息 他有看到這個年輕人 這年輕人就是 當初抱這個鼓翁來的 那個形象 跟他長得一模一樣 然後呢 跟這個老婦人在講話 年輕人就跟這個老婦人說 我現在缺錢 你爸你把那個財產過計給我 我現在就是要用錢 然後你這個怎麼樣... 他講一大堆理由 這老婦人說 你這個不孝子 我還沒有往生呢 你就要跟我分財產 你就要趕快 我錢都給你的 萬一你不理我怎麼辦 講完這個男的 掉頭就走 他就落下一句話 他說 你呢 就走了 他又夢就醒了 過幾天他又做夢了 他夢到這個年輕人 照顧這個老婆婆 這個在她的食物裡面加東西 加什麼東西不知道 過沒幾天病情惡化 往生了 往生了他就醒了 然後他就跟我講 我說 這個你應該不用問我了 你應該很清楚了 就是這個年輕人 害死他媽媽 為了錢害死他媽媽 他說對啊 那怎麼辦呢 我說你這個怎麼辦 你去報警 警察也不受理啊 你又沒有沒評沒據的 你也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他說那怎麼辦 我就說那這樣好了 我幫你寫一張書文 你呢 這個去城隍廟 這個告音狀 講一講呢 把這書文跟這些符咒 還有這些紙錢燒一燒 燒下去 請城隍爺做主 來處理這件事情好了 不然第一個 有犯罪行為嘛 但是無憑無據 你只是一個做夢而已 第二個 你也找不到他的家人 來處理這件後事 那一直放在你這邊 也不是辦法啦 也沒有辦法解決 我說你就去請城隍爺 你們那附近城隍廟 然後禀告書文寫完 過了差不多一個月 他在電視上 有一天在電視上看這新聞 他看到有一個吸毒的人 搶劫 搶劫之後被抓了 他看到那個嫌犯 就是當初那個兒子 然後他就去查 因為被抓有新聞 就知道在哪裡去查 他有一個姊姊還在 他去找這個姊姊來處理 他媽媽的後事 這件事情才圓滿落夢 是 了解 對 這個冥冥之中 對 冥冥之中 很玄 來 玄玄 黑大老大要開地下賭場 你剛才撤了一聲 所以叫小弟去 燒身材工具給他 我有一個朋友 然後他也是因為 經歷過這件事情之後 他後來 變成生意人了 他也不再混 混道上就對了 他說他在很年輕的時候 那時候就覺得說 當黑道老大 感覺很威風 所以那時候就加入了一個幫派 但是他第一份任務就是 有個黑道的前輩 他往生了 他必須要去守齡 所以他那時候 就是也沒有經歷過去 外面打架 鬧事等等 然後那時候 我這個朋友他說 他那時候就是年紀還很小 那遇到這種東西 他其實心裡是很害怕的 因為畢竟他不是自己的親人 你還要去為他守齡 而且完全不熟 對 對 那晚上的時候 他就一直看著這個大體 他也不敢睡 眼睛也都瞪大大的 就心裡有很多的幻想 會覺得說 不知道這個大體會不會動一下 然後左看看 右看看 不知道有什麼風吹草動 就很挫就對了 那後來那時候他好不容易 真的進入睡眠的時候 他說他當下就是突然間夢到 就夢到這一個大哥 大哥 跑來他面前 就這樣子叫他 我說 我告訴你 我要 我在那邊 現在因為我是剛去的 所以他等於說是 意思說他是新人 那他要在那邊有 等於說要有立足之地 所以他又想要賺多一點錢 所以就開始指定說 他要類似什麼 那個叫電動玩具台 然後小鋼豬 爬青狗 然後幾台幾台 是 跟他講 然後還有類似 他說有很多的那種什麼 類似吃餃子老虎雞那種 就等於是賭博性的一些機器 叫水果盤 所有的東西他都是 一直列清單 告訴他數量 那另外他跟他講說 你一定要記清楚 還有最重要一點就是說 因為到那邊他發現 妹很多 美女很多 那他希望說 追女孩子的時候 可以方便一點 而且有派頭 所以他要燒 怎樣的一個車子 他要名牌車 因為要追女孩子 紅女孩子開心 他還指定說 他要哪個名牌包 要幾個 然後比如說 珠寶 耳環等等的 然後包包多一點 類似講 是 結果大哥講完之後 馬上就衝到他面前 嚇他一下 他就整個醒來 然後醒來之後 他說他全身就是冒冷汗 腳底 褲子 小褲褲 全部都是濕的 他那時候就很害怕 但是這件事情 他沒有當下跟家屬說 也沒有跟他 當時跟的老大講 他就這樣子當這件事情 就過去了 後來因為 就是我們人不是要守孝 可能說七七四十九天 才會出病 那中間他們有去換班 那他中間有離開這個靈堂 只是說大概一個禮拜 後來他就說 他再回到靈堂來守齡的時候 當天晚上 他那時候就想說 好吧 那反正就累了 就睡覺 反正有經驗了 那睡一睡的時候 他就突然間發現說 怎麼腳底癢癢的 就感覺有人在給他 有人在給他搖滴的感覺 結果他就腳一縮 起來一看 沒有人 他就再躺下去 然後也是有人又在養他的腳底盤 他就站起來 看也都沒有人 結果後來那時候 他就眼睛在閉上 他就想說 待會兒如果一有這種感覺的時候 他就馬上要瞬間起來 結果這一次不是有人在咬他的腳 是有人非常用力的 一雙冰冷的手 然後往他的腳一拉扯 把他整個人扯到那個椅子下面 他就整個跌下去 結果他這個時候 他整個大叫 他就這樣也受不了 他就整個衝出去 跑去那個趕快打電話給 就是他的其他的那個兄弟們 就跟他們講這件事 結果後來老大 就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就往他頭扒下去 然後就說 這種事情怎麼不早點講 這是我們大哥大回來託夢 有需求耶 他在另外一個世界 他要有另外的版圖就對了 後來他們就趕快去找這個藏儀社 就把他老大跟他講的這個 這些清單全部都列下來 馬上請問一下 業者 我們這樣子下這種清單 你們會做嗎 會啊 水果盤 我也做過啊 請問一下四色盤 對啊 我覺得我現在就應該開始預訂了 我想訂一個台灣 喂 太大 你剛剛不是叫我當神長 對 然後後來 反正就是燒了之後 這一個小弟呢 他就是我這個朋友 他後來就是到靈堂 再來去守校的時候 他那一天也沒睡 但是只要他眼睛稍微 坐著休息一閉的時候 他的耳朵旁邊就會開始出現 有Pachinko那種彈珠 然後有打麻將 的聲音 然後甚至就是會有 女孩子好像嬉鬧的聲音 感覺就是那個老大 好像有拔到妹 然後在旁邊很開心的樣子 應該是收到東西了 已經開始一夜了 開始一夜了 對不對 獨場開張的嘛 對 來 接下來講到獸醫 這個獸醫其實更貼近那個 王生哲 那如果獸醫他不滿意的話 他可能不肯走 對 但我知道奉勸很多的那個 就是長輩 就是家長 你其實要尊重一下 那個孩子的一些 他的一個心願 尤其是已經走掉了這樣的孩子 大概在將近十七年前吧 大概民國八十七八十八年 那個時候 在萬華的清城 就發生了一個車禍 那車禍是 主要在於就是一個 那個計程車司機 因為他闖紅燈 闖紅燈的時候 就側面就撞上了一個 騎摩托車一個年輕人 然後這個年輕人 就被那個一撞飛出去之後 倒地 然後後來之後是因為傷重不治 然後就往生了就走了 那走的時候 那時候遠景到的時候 就是開始檢查他的一個身分 想知道一下這個 被撞死的這個機車騎士 他到底是背景是什麼 所以一開始看到的時候 發覺這一個那個 往生的這個人 就是他有貼假睫毛 而且化妝 還擦了口紅 那頭髮的話大概比較中性 大概是到這裡這樣 那時候一開始大家覺得 女生嘛 因為女孩子然後就這樣子 就走了這樣 再去查他的那個皮夾 跟那個設計之外 發覺不對 他是個男生 因為那個身分證上面顯示出來 是男性 一個十九歲的 一個姓李的一個年輕人這樣子 那當然他們後來就找了 就是通知家屬 然後就在整個做車禍 上面做鑑定處理這樣 那家屬就把這一個年輕人 就一大體就接回去 然後就交給葬營社去處理了這樣 後來之後就是 也看來就是時間到了 但明天要出病 就前一天晚上的時候 他的那個 旁邊的一個鄰居有個阿嬤 就平常是對這個 這個心裡的這個青年 才不錯的這樣一個阿嬤有沒有 就夢到了這個 往生的這個青年 就跟他講 他說阿嬤 明天我就要離開了 就要出病了這樣 可是呢 你可不可以跟我爸爸媽媽講 他說他們要把我打扮得像男生 其實我希望能夠像女生這樣 他希望能夠漂亮漂亮 漂漂亮亮亮的這樣子走這樣 當然這個阿嬤平常也知道就是說 這個年輕人他平常的時候 也會打扮得就這樣子 就化個妝這樣 然後就出去 甚至還穿高跟鞋 像個女生一樣這樣出去這樣 那他就一大早的時候 他就... 因為老人家都早起 大概四點多的時候 他就在那個隔壁鄰居的家門 就等他們那父母親起來這樣 起來之後呢 他們就... 一家人就要準備要去殯儀館 要做這個所謂的 出病的這樣子的一個 參加這樣子的家計的儀式 他就跟他那個爸爸媽媽講 就說 我跟你講喔 那個... 你兒子喔 昨天我們兒子都說 他打扮得像個女生這個樣子 他不想要變男生這樣 結果他媽媽就想說 心情已經很差 因為兒子走了嘛 他就想... 在... 不理他就去 去了之後呢 結果... 一去 然後當然就把一些那個... 就是... 趙醫生他們準備的這個 男生的這個衣服啊 就獸衣啊 都準備好了嘛這樣 怎麼好去的時候呢 那... 他們那個在賓儀館 會有一個大體 準備要入鍊前的一個 準備的一個作業區啊 那個區域的時候 就把他從賓櫃拿出來 先退嘛 就要退賓嘛 然後慢慢來開始就... 開始就做... 再做最後一支清洗 然後去化妝啦 然後要那個... 再那個... 穿上衣服這樣 當時的時候呢 那個... 那個... 書裝跟服裝師喔 兩個人在處理這個大體的時候 就遇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按照一般的程序下來之後呢 發覺有沒有 因為男生的那個妝的那個... 形狀跟女生是不太一樣 結果化妝師就開始化了 就覺得奇怪 那個粉一直吃不上去 他想說是不是因為... 冰的過頭或者是... 那個... 在那邊就是解凍的那個時間 過程中有瑕疵 對 他就覺得有問題 他就想辦法硬要把他上 上了之後呢 那另外一個在幫他穿衣服 那一個的話有沒有 也覺得很怪 為什麼因為... 他就感覺起來好像這個... 這個大體是... 不願意穿上那個男生 這個西裝跟襯衫這樣 就很難凹就對了 因為他們有一個... 關節上面他們會去柔軟他這樣 怎麼套就套... 套就套得很痛苦這樣 那甚至連穿褲都覺得 是很難撐這樣 他們覺得說奇怪 這個... 這個年輕人好像不太願意有沒有 穿這一套衣服這樣 他們曾經有跟家長講過 就是當時的時候 趕快跑到外面去找他說 你們要不要找另外別的衣服 我來準備他 他是不是不喜歡這一套 他可能有別套的 他喜歡的西裝或什麼東西這樣 當時也沒想到那麼多 因為那個... 像這種道教的這種 他是看時辰的 你家紀啊 包括公紀都看時辰 他也沒想那麼多 結果後來講說沒關係 你去給他穿上去 穿上去就好了這樣子 結果他們就說好像就家紀 家紀的時候 以前的時候 大概十七多年前的時候 我們現在目前看都會那個遺照 那往生者的那個遺照 通常就有一個架子拖在那裡 對不對 過去的時候是用釘子釘的 他是後面懸掛 有一個袋子 掛在那邊那個樣 在做家紀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 往生者的照片 那咚就掉下來 掉下來 就...這樣一次就很慌 為什麼 因為這是他們處理的 他們處理的時候 他們說... 就斷了一下 然後再想辦法 再把它釘上去 再掛 結果掛的時候沒錯 掉第二次的時候 這個 張醫社的那個負責人 當現場的一個負責人 就跟家屬講說 是不是... 這些往生者還有什麼 心願沒有了 你們 是不是應該先把 他的心願了了之後 然後我們再把 家紀這個部分完成 要不然這樣子的話 他可能走得很不安心這樣 那一講完之後 那媽媽就講說 要打碗跟男人一樣 一聽 然後那個推特 那你為什麼不順他的願 這樣 然後他們又趕快就去 再去找了一套那種 就是女生的那種獸衣 然後也跟那個就說 他好 我們就... 因為他已經放在那個 那個路... 就是整個在 蓋棺區的後面那個位置 那他就... 只要把它打開 就重新有沒有 在那邊處理 結果後來就把它穿上 就... 穿上那個女生的衣服 還有打扮的那個 就是很漂亮那個樣子 然後甚至包括就是說 他們那個... 因為他們有一些晚輩 就是表妹那些 他們就把他自己的耳環拿下來 就給他戴上去這樣 後來之後那個... 包括穿衣服那個人就講說 他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當初在穿男生西裝的時候 那是很難拗嘛 就是怎麼套都套不太進去 可是換女生衣服的時候有沒有 甚至把男生西裝 脫下來的過程中 超級順利 你就感覺那個整個的 身體那個感覺的柔軟度 是跟之前的時候 穿男生西裝是完全是有天地... 就是這樣子 後來他們就講說 那他應該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後來果然整個的一個 就是出面的那個整個儀式 就是告別式 就做得非常非常順 就沒有再有什麼任何差錯 是 這個最後一個心意 就是讓他完成嘛 對不對 對 好 安哥是來了 好 烏鴉嘴占卜 今天是什麼東西呢 如果你是紙紮店老闆 那你最想錄用哪一位 我們來看一下上面的圖 前面第一張牌有兩個 好像是男生女生 靠在一起的背影 那第二張呢 你看到一個女生 好像從草叢中在奔跑般的 有小動物在下面 那第三張呢 一個女生做得正對著你們 可是他用一個大傘遮住的臉 第四張呢 一個女生拿了兩個水壺 往左右倒水 然後再看前面的星星 倒水喔 那他沒有表情 所以呢 當你紙紮店老闆的時候 你要錄用一個 喜怒愛樂不明顯的人嘛 所以我們大家來看看 依照感覺 你會選成哪一位 當你的員工 上 當然是選二號囉 二號 對不對 年輕活潑帥氣 就是有貓與小兔子 對 多活潑啊 多可愛啊 活動力 多裝飾 對 多可愛 好 來 幫他想選二 那不然我選一好了 你要選一 情侶 寂寞喔 來 一號 一號 你也記錄了 不是 我是看到那個 有吊奶王 不好吃 你 三號 三號喔 你要選一號 我也是選三號 好 那小弟選四號 好不好 一切圓滿 是 來... 大家看起來都是黑白灰色的牌 究竟是測什麼呢 是... 我們來看一下 他是測接下來的一個月 你會被什麼火燒掉 下個月的運勢占卜 轉台你就看不到囉 我們馬上回來 來 那大家看起來都是黑白灰色的牌 究竟是測什麼呢 是... 我們來看一下 他是測接下來的一個月 你會被什麼火燒掉 你跟我出來一下 你都會測一點 要開心的 有什麼不好是好的啊 對不對 對 我們先看結果 萬一不好的 反正後面沒事 我就先跑 對...來 我們先來看一看 那我們來看 維銘哥選擇的二號牌 這一張好像在奔跑的小孩 他代表什麼火 你被什麼火燒掉呢 維銘哥選擇的 皮力火 那是一桶汽油跟一個環阿味 對... 所以陳昭榮最近會打電話給我 對... 這張牌在英文的名字叫 就是逃跑 逃跑 逃跑之後要特別忘了 福特那個四人傳統車 是... 霹靂火那究竟燒掉代表什麼意思 要注意啦 奇怪 維銘哥真的還滿常選的 交通意外起爭執 那我看如果有觀眾朋友也選到 那注意交通意外起爭執 那起爭執的意思 它當然很多嘛 違規是一種差錯 你這次出去又被照了幾張回來 這次兩張而已 OK 這個非常有意思 然後花錢消災會買教訓 不過就是要大家注意一下 因為這交通事故 它倒是偏在是爭執的部分 那當然我覺得罰錢事小 萬一起爭執就比較麻煩 交通意外就是盡量第一個當然 絕對不能酒駕嘛 對 那一定的 這個開車的時候 希望那個速度稍微在限速之內 那第三個保持安全距離 這樣你可能就會避過這個災難 對 好 那注意一下啦 那我們再看三號牌是郭老師 跟學校進行 不知道時候 我們來看看三號牌 然後那個傘好像不想讓人 要看到它的真面目 那會被什麼火燒掉呢 好像聽起來有點恐怖喔 來找老師的客戶 然後叫狐明火就火大 對 不知道它是誰啊 我們來看無明火 那要代表什麼意思嗎 莫名燃起購物欲啊 那我們知道說 荷包破洞補不完 人啊 對 因為師母很會花錢 老師先進也在狂買 不同的七星劍 對 對 那所以要注意啊 選擇到這個觀眾朋友 要注意一下 控制自己的購物欲 這可以補起一些東西啊 比較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 一號牌是 萱萱跟孝辰的學 以往跟孝辰哥一起選到 都不會有好事 真的假的嗎 但今天... 他說以往不會 但今天就有了 那今天火還說 男女依偽在一起 是被什麼火燒掉的人 家庭火 你們倆就可以結婚啦 你們倆是家庭就火了 可是這有意思 如果兩個都還沒有家庭 沒有啊 家庭火 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一下 就不只是另一半 那父母啦 小孩啦 晚輩啦 親戚啦 都有份 那為愛撒錢送大的 這還好 為愛OK 為愛OK 超準的 超準的 因為我送我媽去九州玩 那有的都花了 九州喔 我都送我媽去九份玩 喂 好 那我們差不多 要準備落跑 第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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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我選擇 好 我們就不要浪費時間 你們就算了 來 那我現在康哥會被什麼火燒掉 如果觀眾朋友 旺旺火 好啊 火很大 那星星 一顆大大的星星 好天氣我們才看得到 來自星星的事 那這個 兩個水把它倒掉 代表心無旁物 專注的看一件事情 太棒了 那旺旺火究竟好還是壞 我們來看一下 旺旺火代表什麼 偏財好運 接力來 凡有投資必小賺 好啊 對啊 我喜歡你 我喜歡你 不過來要選這一個 是嗎 來不及 所以選到這張牌 要跟康哥一樣 就是一定要錢做一些投資 那你會投資必有小賺 沒投資沒賺 當然 對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烏鴉嘴三盤 以上給各位的提醒 接下來陳文明帶來的 第二段故事是 陰陽電信 跟人家這個紫紮有關係 其實這個紫紮的 新的紫紮這個型態 出現的時候 其實老實說對我們這種 比較好奇的人來說 我們會有很多 覺得很好玩的聯想 比方說 你死人 你死掉 過去已經死掉的人 你要電腦幹什麼 你要跟誰溝通 你要電話幹什麼 你要跟誰溝通 你打給誰 好 我有一個這個女生朋友 她這個家裡在永和 這個女孩子在北京念 中國醫藥學院 所以她長期都在中國大陸 那我們知道過去有個軟體 叫MSN 我相信有一段時間 大家都會玩過這東西 就是那段時間 幾乎跟手機的WhatsApp 一樣的意思 我可以隨時看到對方 跟對方講話 隨時知道對方在幹嘛 不管對方發生什麼事情這樣 好 這個女生呢 她有一年回來台灣 就是大概2012 2013年回來台灣 回來台灣呢 一下飛機 那當然很開心 台灣的手機就打開 台灣的手機打開 MSN跳出來 剛剛聊 有一個女生朋友 大概幾天前叫她 很開心她聊 我回來台灣啊是不是 那因為機場訊號 還是沒有很好 所以這個訊號 等到她回到家以後發現 這個女生朋友又上線了 好 我換電腦跟你講 晚上一定很晚了 然後聊天聊... 聊得很開心 聊... 他哥哥突然進來 因為很晚了 你怎麼回來 那麼晚了還不睡啊 你幹嘛 沒有跟他聊天 跟誰聊天... 他哥哥走過來一看 一看到那個畫面 你要把電腦關 你要把電腦關 他怎麼了 我再跟他們聊天 不是 MSN是2008年 還是2009年停的 對 2008年還是2009年 整個就停掉 那停掉是什麼都沒有嘛 對不對 你要不要... 要不要關掉 他說幹嘛 看他不關嘛 那你出來 出來跟他講 MSN2008年有停的 你在跟誰聊天 他說誰 比方說就講... 假設講我啦 講我啦 我跟陳文明聊天 陳文明 然後接著他們在門外 講這個事情 兩個都很挫 哥哥也很挫 那怎麼辦 誰要進去關 對 誰要進去關電腦 好啦 那最後就是 好 他就哥哥 那你進去幫我關電腦 好 他哥哥進去也不囉嗦 就直接電源拔了 拔了以後兩個不敢進房間 就等他電腦自動 那個電源自動沒有嘛 電源拔了 拔了呢 好 過了一夜以後 第二天大家就 就比較沒那麼害怕了 你就進去房間大白天 電腦一打開 那他跑 跑了一下以後 一開機 開機全部 跑... 所有軟體都跑正常以後 MSN2008一個 登登登 昨天聊完 昨天聊完 最後沒有的畫面 最後留了... 最後跟他留了一個 所以你說死了以後 要這個東西幹嘛 老實說 也許有可能 那徐小姐 就是你達成這個 往生者他們的心願 他會化成一陣風 開心的來收禮物 這怎麼講 這講法是... 往生者化為一陣風 超乎你想像的靈異事件 千萬別錯過 就是你達成這個 往生者他們的心願 他會化成一陣風 開心的來收禮物 這怎麼講 這講法是... 就是我 往生者他本身是五十多 所以因病 然後才退休的一個處食 他本身就很喜歡 養一種鳥叫綠袖眼 綠袖眼 對 然後牠 就是在休息的這段期間 退休的生活 幾乎每天就是喜歡去 遛鳥這樣子 那就是牠 往生了之後 因為可能有一種說法 就是說 活著的人 假設說夫妻兩個人 還有一個人還活著 不能燒這些房子 有另外一種說法是這樣 所以牠就說 那牠的太太就說 牠現身過往之後 牠希望有一個鳥籠 可以陪著牠 有綠袖眼陪牠到仙界去這樣子 那家人當然有幫牠準備了 很多小禮品 衣服什麼的 然後相機 手機 當然也都讓牠燒 也要幫牠準備了 那有關於這個鳥籠 牠就是整個有一天 牠就直接打 就是說跟我約個時間 就把牠生前用的鳥籠 帶到我們公司來 那我們設計師跟牠聊完之後 拼命的拍照了 拍照完也層次了 過一陣子 要交貨過去給牠的時候 我就聽說 你們東西做得很不錯 那牠拿回牠的 先生的靈堂的時候 隔 牠覺得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是隔一天的時候 就是睡一覺起來的時候 牠突然就打電話來給我了 牠說牠先生晚上睡覺的時候 牠就是有託夢給牠 然後牠說 我們層次的鳥籠都很漂亮 然後這就是當初 我們做的一個鳥籠 這看起來跟真的鳥籠一樣 對 牠說你們有個 這也太厲害了吧 對 牠有個地方 這是紙座的 對 這隻鳥也是紙座的 像北洋巨峰 好厲害喔 對 這眼力要很好 這怎麼做啊 這是牠 這個都是 是 太厲害喔 好厲害喔 然後就是有個問題 牠說 小姐 你們要不要幫我看看 我先生怎麼會跟我說 你們這個鉤子 牠拿去鉤在一個桿子上 這是本來是掉桿子的 這個鉤子在掉 牠說怎麼 鉤上去沒多久 就一直掉下來 你們的桿子 這個鉤子是不是沒有做好 我說沒有做好 那我就來看看牠說 再把牠生前的那個 自己使用的那個 真的那個鳥籠拿過來 讓我們再比對 我們弧度什麼都畫過 的確我們有差那麼一點點 對 讓牠沒有辦法勾好 所以後來我們就是 直接把牠 就把牠拆下 他說還有一件事情 我先生生前 我給牠買了一個 G牌的一個休閒鞋 他說那麼貴 牠捨不得穿 結果牠到往生的時候 還是沒有穿 沒有穿 然後牠說 牠拖夢的時候 還跟牠叫我說 你再給我 燒一雙鞋子來給我 因為我那裡都沒空 對 結果後來牠就把 那個G牌那雙鞋子 又拿來給我們承鞋 對... 那我們 當我們在趕的狀況之下 只好幫牠送到塔位去 那在燒畫的時候 牠們下面都鋪的都是 比較大盒的禮品 在燒的時候慢慢燒... 當最後的時候 這個放上去 還有牠那雙鞋子 放上去要燒的時候 竟然就是在兩秒之間 就... 就給龍捲風 就把牠捲走 對... 一般燒這些東西 其實要在十秒左右 對... 可是牠就在兩秒 就很... 很快速的 就把牠捲走了 那牠們的那些的 親朋好友說 來收了... 牠很開心 就牠的 當場 牠老婆就眼淚流淚 他說 真的完成牠的行... 對牠的行願 是... 所以說這個信不信 這個是在於你 但是如果你相信的話 我覺得盡量做得圓滿一點 這個... 還有一件事要提醒 就是 這個... 老人家在的時候 趕快孝順 不要等老人家走了以後 我還在那邊空談什麼 我要多孝順 我燒... 燒那個五十萬 一百萬去 也覺得枉然啦 好不好 今天謝謝大家